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您怎么又不先打招呼就来了呢 许光明那边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小孟啊 我快撑不住了 我不想听 不想听也得听 你知道为了许光明这个项目 我动用了全部的资金还有银行贷款 在这边盖厂房买进口设备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要是再不生产 就是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我了 不要逼我了好不好 爸爸 我求求你了 你自己想想办法不好吗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现在每天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么 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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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孟啊 你是爸爸唯一的希望啊 我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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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好累 我真的好累 我现在自己都好讨厌自己 我真的好讨厌我自己 小孟 爸爸求你了 就这一次 爸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不是东西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要是不帮我 我真的就彻底完蛋了 我叫你起来好不好 你别给我顾一下 你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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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 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怎么不答应你 我怎么能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不想做这件事情 我不记错 我不记错 老康 老康 我这跟你说话呢 你说 什么叫一人计数四马难追啊 我常想红就是这样 我说到做到 我痛口措磨就是个丁 可他骑出来呢 他怎么做的呢 老康同志 今天这海蜂子那么大啊 你就向着他 不跟你说了 没气 老康向着谁了又 嘀咕什么呢 大梅呀 我跟你说说啊 你给我平行礼 我之前跟老齐说好了 要买他们家那个小破平房 我钱都凑齐了 可他说不卖了 你说说 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 你这不是胡说的吗 人老齐那平房 从来都没说要卖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趁着我打劫过河拆桥 这两家的 瞎扯 他老齐才是过河拆桥呢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势力小人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你们哪 跟老齐都是一伙的 你说他这性子 什么时候能改呀 真是 改不了了 您好 请问您是常阿姨吗 你是 阿姨 给您 这是中老年健康礼盒 里面有山海鱼油 蛋白粉 还有复合钙 维生素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 你是 常阿姨 您不认识我吗 看着有点面熟 您认识许光明吗 我是她的女朋友 你就是 光明的妈妈她经常提到您 她说您是她来这里以后 认识最好的朋友 说您特别正题 而且很热心 那倒是 我这人哪 就是热心肠 喜欢帮助人 真的吗 那 阿姨 您能帮帮我吗 你这是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 算了 还是不跟您说了 阿姨 我先走了 别走啊 阿姨 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 阿姨不怕麻烦 你说 你放心啊 你说那事包在我身上 咱们俩绝不能让她小人得志 谢谢您 走 谢谢 阿姨 阿姨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